卤肥肠 溜肥肠 肥肠炖鸡 大葱烤肥肠 人们一直在挖掘肥肠这种美味的潜力 味道调查员曹阳听说 在贵州省德江县 有一家小店将肥肠与一种香煎食材相结合 赢得了当地老饕们的喜爱 那会是一道什么菜肴呢 哎 大姐 哎 我看你的猪还都挺热的 你这怎么收摊了 我这里卖完了 因为我们家新娘们就只有一百份 限量款 张霞是这家小店的老板娘 多年来她都坚持店里只售卖肥肠辣子汤这一道菜 为了保证菜品的新鲜 所以每天都是限量销售 我之前做美发的 我做美发我都做了23年了 我从井道用的那菜的 我都是用心的去做 这道招牌的肥肠辣子汤 是张大姐将贵州传统的刨汤肉 与德江县土家族九大碗中辣子汤的传统做法相结合的创新菜 但想让其美味 还离不开一种来自香煎的蜜料 那是什么呢 那这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摘茄子 茄子啊 这个小菜地挺有意思的 风收的感觉这是啊 近百斤的茄子采摘回来 清洗干净 切成片状 张大姐是要做什么用呢 张大姐说 每到茄子丰收 她的父母都会帮她将新鲜的茄子制作成酸茄子 而这酸茄子正是张大姐烹制肥肠辣子汤 必不可少的灵魂蜜料 这酸茄子是如何制作的呢 哎呀我感觉我做的比你们慢好多呀 你们都切完三个 我都切完一个 将切好的茄子片装入坛子后 洒入适量食盐摇晃均匀 这时张大姐突然起身 从院子里的棕榈树上摘一下叶子 这是要做什么呢 哇 大姐你要这个叶子呀 哇这个叶子你都可以当不善用啊 这么大个 张大姐说当地的土家族人 家里都会专门栽种棕榈树 取其叶子 可以在腌制各种食材时 用来给坛子封口 怎么封呀 你就不懂了呀 然后我们里面还加了一个东西 塑料袋 塑料袋 封上 这个封上 这个塑料袋封上是什么呢 当初它不会出来 就这样塞进去 简单易学啊 非常亲民啊 你这个方法 看一下 现在呢 会掉出来吗 看一下没有 显然会 显然会呀大姐 幸亏我没学你 我幸亏没学她真的 我要是学她 我的裤子就报废了呀 张大姐会先用塑料袋 盖住坛中的茄子片 塞入棕榈液 再将坛子倒扣在 装了半盆清水的水盆中 利用清水 将坛中的茄子片与空气隔绝 有利于茄子片 在坛中顺利完成发酵 而坛中的茄子片 因为有了棕榈液的支撑 被固定在坛子底部 也不会掉出来 坛子放在阴凉处 约一个月 酸茄子就发酵制作好了 酸茄子的制作并不复杂 但这却是为肥肠辣子汤 去腥解腻 必不可少的食材 腌制完茄子 张大姐又让供货商 送来了新鲜的猪肥肠 猪后腿肉和猪血等食材 张大姐是如何巧用这些食材 成就这道肥肠辣子汤的呢 哎呦您切这么薄啊 就是要薄啊 一定要薄 将猪后腿肉 分成肥瘦相间的肉和纯瘦肉 并分别切成薄片 这个瘦肉你看一下 这样起出来的话 这个是横的 横的让我们人磁起来 它是棉的 这样起出来 腻着它的纤维组织切是吧 吃起来的话是挺脆的 将猪后腿肉分肥瘦切成薄片后 美味的肥肠改刀成段 炸豆腐块斜刀切条备用 油温烧至七成热 分别下入肥瘦相间的猪肉片 纯瘦猪肉片和肥肠段 油炸后捞出 倒入蒜片 姜片 豆瓣酱 再配上贵州特色酸辣椒提味增香 一股香辣气味 弥漫开来 此时再将猪肉片和肥肠段 倒入锅中继续炒制 三种肉和这些调料配合在一起 工程中的火花真的太强烈了 锅中加入盐 花椒面调味 倒入清水 大火烹制沸腾 咱们现在下这个酸茄子是吧 我要太多 这个就是我们下方 太多太酸了是不是 对 太多太酸了 酸茄子酸味极重 只需少量加入 开胃的酸汁就可以抑制肥肠的腥味 炸豆腐条吸附着汤汁中丰富的油汁 最后下入新鲜软滑的猪血 烹煮煎 浓郁的肉香 伴随着酸辣味道飘散在空气中 青蒜段点缀 美味出锅 油行街都会来一两次 最少要来一两次 辣的舒服吗 还有酸的可口 最好吃 最后一位食客离店 张大姐用特意留的一份 肥肠辣子汤 犒劳辛苦的家人 太香了 入口特别软弹 非常有嚼劲 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 猪肉 肥肠 猪血 各具味道又相互融合 在酸茄子的加持下 变得酸辣解腻 开胃下饭 我炸每个肉菜 张霞用香煎的质朴食材 成就了肥肠辣子汤的美味 也牢牢抓住了德江人的胃 吃饭 长keep 吃 communicating 平安 我不配 oyu 喜欢